我们来看一下 下午的话我们给各位看看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新制度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下午的主题呢 会锁定在Google地球跟YouTube的营运服务 因为有时候老师可能在做教学的时候 也许有些部分 可以用到Google地球 有些是YouTube的营运服务可能要抓下来 对不对 因为上面下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这个教学的事业 那 你们看看 这个 有一个简报首页之后我现在就把它连结进去 新制度我是这样用的 就是把我要讲的东西 我先思考 思考好 就有一个点开始往外延伸 看我要讲哪些内容 那么 像我们在这边的话 当然 你今天如果说下午的部分你要 就是能够实做的话 我们会建议各位可以的话 你可以跟 有个人区没有帐号 有个人区没有帐号 老师要打开这个软体 我们打开 我里面有放软体 这个 这个新制度叫 S-Mine 这个是免费的 免费的 当然他有付费的 不过我觉得他付费收费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是暗银收费 而且比较贵 所以我们用免费功能就可以 这个软体在哪边呢 你们看一下 在 光碟片里面有一个 相关软体 放在最外面这里就有 S-Mine 新制度 这边 里面呢我有放这个Windows版 也有Mac版 Mac版我拿掉 Windows版 所以你直接点两下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打开 里面就只有一个档案 这个 你就执行就好了 执行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开启 就档的方法 因为我只有做档案观点 所以就直接点两下就打开了 那如果各位的话 面里面做关联 所以那个档案他会不认得 没有关系 您看一下 您如果打开之后呢 您从左上角 开启就档 有没有 左上角这边 开启就档 那么您去找到我们 在各位光碟片里面的 应该是 简报资料里面 简报资料里面 你会找到这个 这个档案直接打开 我把它做成两个页面 一个是封面 一个是我的 就是编辑的一个架构 但是那个 Windows SP的 我们有把那个Google地球 就是相关软体这边 这里 在相关软体里面 有一个Google地球 可惜式版本 6.02 这个 但最新的好像是6.03 所以您只要 如果您是SP的 缘环窗直接点两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您是那个 Windows 7 然后里面没有安装的 也没关系 您到这边 有一个Google地球 我们到这个网址来 其实您直接找关键字也可以啦 Google地球就好 像这边 Google2 Google然后后面写线2 这样就可以进来 那进来之后呢 您可以到这边 下载 Google地球 正常来讲 各位进入的应该是双容版 所以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把它安装 这样 如果您是Windows 7的话 您必须要用安装的版本 你就下载 他就帮 帮我把它装完 那我想 利用一点点时间 给老师稍微操作一下 我顺便先看一下 如果您在 新制服软件 打不开 还是说这个Google地球 是这样的 我们再帮你处理一下